大家好,我是謝時的阿寬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些新品喔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些潛水用的支架 那首先呢我跟大家介紹這一款單握把的潛水支架 那在這一個其實大家之前就已經有 我們已經有經過一組類似的 它是用熱靴的 那現在我們新進的這一組 它是直接給潛水用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吧 它下面有兩個鎖定的螺絲 它可以將我們這邊有展示品 它可以將手機防水殼 兩邊的螺絲都把它鎖住 在水裡面的時候遇到阻力比較不會被水流推掉 那在這邊的話是一個球頭的支架 球頭支架它可以接我們的蝴蝶扣 蝴蝶扣上面代表在接一個潛水手電筒 那這樣子它這樣一組完整的潛水照 雙背就可以讓我們下去潛水拍照了 那這個是蠻方便的東西 而且它的價位也蠻便宜的 大家可以來歇時參考看看 然後它另外一個比較像的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另外一個雙握把支架 那雙握把支架它跟前一代的改款 也是有做的那個雙螺絲固定的部分 那它前一代是有一個單個螺絲可以讓我們固定 但是在水底下遇到水流比較大的時候 還是會被水流推掉 可能會鬆開 那這一組它現在是做了兩個鎖定螺絲 可以把它完全的鎖緊 所以我們在遇到水流的時候也不會覺得會被水流推掉 然後我們看到一個樓用的木kten 很強烈的木頭 也會不會噪火 然後我們看著能力